到年日活动以音乐会的形式进行 体育场被布置得简洁而庄严 摆放在舞台前的数百支点燃的白蜡烛 使会场显得更加肃穆 音乐会上演员们则以演唱 诗冷诵等形式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之情 挪威国王哈拉尔武士在活动上发表讲话说 过去的四个星期对国民来说非常沉重 在悲痛之中 他表示要感谢所有在危急时刻 提供了帮助的警察、消防人员和医护人员等 挪威首相斯图尔滕·贝格发表讲话说 挪威人民的主要任务 仍将是继续帮助那些在两起习习事件中 失去心爱家人的家庭 挪威王室成员和政府官员 来自部分北欧国家的一些王室成员 和政府首脑 奥斯陆市中心爆炸案和于特岛枪击案的亲历者 及亲友等约6700人参加了悼念日活动 挪威王宫、议会大厦等政府部门 21号军将半旗 对死难者表示哀悼 Wall TV 李超报道